法国最受游客欢迎的十大海滩 又要到学校放暑假了 LikeTV网站 根据最近12个月 在谷歌上搜索法国海滩名称的次数的统计 公布了今年最受欢迎的十大海滩 第十名是地中海边小镇 博尔梅斯来米莫萨 Bornflame Mimosas的埃斯塔尼奥海滩 Plage.ls.no 这是个避风的细沙湾 可以在不远处的餐馆吃完午餐后 来到这里的松树荫下休息 海滩是布雷港松庄园 Domain.breginkan的土地 提供儿童游戏和潜水游泳区 非常适合幼儿游泳 第九名是大西洋岸边城市 比亚里茨的巴斯克海岸 Cote.debests 这个海滩在冲浪者中很有名 也是当地实践冲浪运动的摇篮 在涨潮时是不能去的 因为落差太大 海水一直冲到岸边 退潮时 可以通过蜿蜒的台阶走下去 有足够的时间来品味大海的能量 海滩三面悬崖环绕 风景引人入胜 可以看到 从标志性的贝尔扎别墅 到西班牙和比利牛斯山脉的全景 最近 岸边重新翻修了一条宜人的步行长廊 可以让游人漫步 第八名是科西加城市 围棋奥港的帕隆巴吉亚海滩 Plauchta Palombagia 作为卡马格的明珠 埃斯皮格特沙滩 绵延十多公里 沙丘连着沙丘 沙丘上风吹草动 可以找到很少见的植物和动物种 距离勒格度华 Gradual Eye 市中心仅十分钟路程 第七名是地中海魏蓝海岸小城 卡西斯的米奥港峡湾 Clent de Portmio 米奥港 Portmio 是卡西斯镇 Casas 唯一的小海湾 蓝色的海湾 如宝石般镶嵌在岸边的悬崖中 从市中心步行三十分钟即可到达 在普罗旺斯与中米奥港的意思是最好的港口 1.4公里长的峡湾 也是一个受欢迎的码头 经常有几十艘帆船在这里抛锚 第六名北 是布勒芒史海峡地区圣马利迪蒙镇的犹他滩 海滩的名字来自二战时期盟军登陆时 选择美国的犹他州作为登陆地的代号 1944年6月名为霸王行动的登陆战役在这里打响 在拉玛德兰村对面的犹他滩是登陆行动中最西端的登陆点 背靠沙丘和沼泽 被美国军方选为进攻色宝港的地方 第五名又回到了科西加的维奇奥港市 是那里圣茱利亚海滩 Santa Giulia 这处海滩位于帕隆巴吉亚海滩 以南几公里处地处池塘和同名海湾之间的一片沙滩上 是维奇奥港周围的众多如天堂般的角落之一 第四名则又是回到北部诺曼底登陆中最著名的奥马哈海滩 在海滩上可远眺十几里外的奥克脚悬崖 Point Hawk和脚下大片的金色沙滩是他引人瞩目的地方 而喜欢怀骨的游客 也可以在滨海维耶维尔镇可以俯瞰整个海滩 回顾七十多年前 在这个五个登陆海滩中最著名的海滩上 登陆战役打的是何等惨烈 排名前三的海滩都在南部大城市马赛附近 居位寄军的是普拉多海滩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普拉多海滨度假区一直是马赛的热门浴场 在超过三公里的海岸线上提供各种各样的运动 亚军是著名的索尔米奥峡湾 Clank Das Sormia 让人奇怪的是 这里欣赏风景的最佳地点不是它的海滩 因为海滩太窄了 而要攀高到莫吉奥 Morju 崖的高处看风景 索尔米奥 Clank Das Sormia 是法国峡湾国家公园中最宽的峡湾 峡湾所有的壮丽景色 都呈现在徒步旅行者的眼前 排名榜首的是N沃峡湾 Clank Das Sormia 在这里清澈见底的海水 在悬崖峭壁间蜿蜒流淌 润湿了一个小小的鹅卵石海滩 在那里 游客有可能会碰到几头野猪 来和他们一起晒太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